即使是到了今天政治依然可以在比赛当中始终贯彻主教练的意图 而且经常在比赛中能够送出威胁传球的 好了 哨声响起比赛开打了 这里是有 马尔康 助跑 打了 打了个低的 穿过了人家 就是接下来 如果说恒大近期的话 那面临的对手 金炉两位看看这一次 费尔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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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互 比赛27分钟 塔利斯卡终于是开张了 这是他联赛当中的第四个新球 不一样的塔利斯卡 不知道是不是能够重新回到大家熟悉的视线当中 这个状态恢复调整的又这样 这一下不好 对 红传球 反西有了 野鸿博左边 打 左边空了 能够再给一下 没米这里可能会更好啊 这个机会 确实距离球门的距离还是有点远的 刚才还在说塔利斯卡 这又是塔利斯卡宗传的一个失误 这个管理裁判员和派遣裁判员 所以说这个裁判员出了一些问题 他也有负任 2比0 35分钟 费丹多 8比喷该线成了2比0 这个球打的是真漂亮 一个进脚的上脚 费丹多也是走到摄像机前比利科兴 此前他也在发布会上说到了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和发挥 埃克森 一锅二 走内切 再抄 漂亮2打1 再打3比0 又是费丹多 又要玩 标志性的空翻 费丹多今天是已经两射一船了 这场比赛费丹多要来折一针最佳球员 这个球打的就是个人能力啊 最后这中路 比较靠上 所以后场的空间比较大的费丹多 对 飞过来 阿里斯卡 又是一个二打一 又是一个二打一 4比0了 阿里斯卡也是独中两圆了 又是来自保零一的助攻 保零一奥本场比赛的第二个助攻了 阿里斯卡这场比赛可能会找回一点重赛 嗯 这个恒纳4比0好球看看 马尔卡 好球 刘建作好门啊 这是一个漂亮的扑救啊 这个球对于手末来说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个球 一个战术脚球啊 这个在 滑下这边 尹鸿鸿鸿 左脚刀 好漂亮啊 哎呀 运气不太好啊 尹鸿鸿鸿这球打得漂亮啊 这个球 停完之后直接的一个抖后脚啊 是 然后又在自己脚下丢球 你看这一次 时间给了 时间不错 打 哦呦 小小杜自己 现在来了一脚 连停堂再过 过掉了 狐雷 好球 狐雷 好球 再超过来打得漂亮 好球 四比 越位了 呃 助理裁判 聚齐了 这外球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要防守的策略啊 先看这次很大的进攻 好球 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 轻轻一挫了 5比0了 打到第81分钟 控制和他淘宝队 将比分开启到了5比0 保利尼奥 打进了 竞球 这也是保利尼奥 本赛季中超打进的第10个竞球 他是很强的 不一样是吧 对 保利尼奥 哎呦 哇 这是个电梯球啊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漂亮啊 是啊 高水平高质量 是呢 保利尼奥 喂 这下有没有 赵宏 刘恋座倒了一下 第二次 再来 刘靖啊 嗯 好 再来 厅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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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